激身韩国五大票房零药! 江董元挑戏只要求一件事。 演员是娱乐产业重要资产,出道15年的韩星江肉园也以人气与苏智谢、炫宾、孔刘或封韩国四大公务才。 平日低调且从不上综艺节目的她,严格区分工作与私生活,强调自己只是在韩国电影圈努力工作的演员。 2004年江董元因主演网络作家《可爱桃》的小说改编电影《爱上蛋白质女孩》爆红,横扫韩国当年各大电影新人奖。 之后她除了当兵的两年外,每年几乎维持两幅电影的产量,并与宋康浩、何正宇、黄正敏等实力派影帝合作,形成独特魅力,常在韩国电影演员品牌信与排行中名列前茅。 看完整内容延传 中文字幕提供